HELLO 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5月7号礼拜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再度大涨 而且逼近300点 大涨290点 那我想台北股市今天表现真的非常的不错 因为今天谁回来了你知道吗 大师兄回来了 大师兄是谁 电子股啊 之前电子股真的跌的东倒西歪的 而且很多电子股 他不但跌破月线 甚至于还回撤季线 他跌的幅度比大盘来的更深 可是呢 这些电子股经过了回档之后 率先在今天出现了反弹 而且是强力的反弹 那很多人就不禁要问 到底这些电子股可以反弹多久 还是只有今天的一日行情 会不会延续到下礼拜 因为照理来讲嘛 今天是礼拜五嘛 礼拜五不是公定的国际杀戮日吗 没错吧 但是今天台北股市 它是收最高 来我们看一下这画面 这是台北股市今天大盘的走势图 是不是收最高 今天是大涨290点 来到17285 又再度回到万七之上 成交量4525亿 来给我小画面 你看到今天台北股市这样大涨 涨290点 你觉得很意外吗 仔细看一下 4月29号 当时我是不是跟他说 台北股市正乖离过大 涨多拉回涨多拉回 回测上升趋势线 确实台北股市 当时很强 没有人相信他会回测 你仔细看一下 5月6号 已经连续回测几天 5月6号是昨天嘛 5月7 5月5号 5月4号 5月4号 不是一根长长的下影线吗 打下来 我跟你说这个下影线 跟前面那根一样 前面那根是300多点 那后面这一根 是286点 代表回测之后 有人买上去 那你隔天算 小幅回测又跌破了 那礼拜四 他又站回去了 他代表说在这个地方 他回测 有机会开始往上 做一个明显的反弹 今天 你看这个K线图 是非常明显 短短几天而已 来帮我放大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从礼拜二 落底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四个交易日 大涨 638点 给我小画面 四天而已 四天而已 拉起来 638 所谓的钢铁人 所谓的硕化 表现都非常的强劲 还是盘面上人气的主流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几个交易日 开始有一些些不一样了 有些电子股跌升的 开始出现反弹 哪些股票 这就带我们再说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架构 大盘架构 这个是影响未来 两个月的一个行情 我先跟大家讲 昨天我就开始跟大家讲 说他是这样子区间上下震荡会起 一次两次 那我认为这一次他也是一样 他不会立刻直接下去崩 为什么 你仔细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均线 每一条 30日 60日 90日 他是不是很明显的往上 他还没有纠结 等到纠结的时候 才是末端真正要决定大方向的时刻 你仔细看一下前面三条 30 60 90 来帮我放大 30 60 90 还非常的明显是在往上走的 所以今天大涨290点反弹上去 他要去反弹区间的高点 那会来回测试 来回席 不会那么容易就直接过前高 这个几率相当的低 来给我想个画面 17 709 我直接跟你讲 你要直接冲过去 短期啦 比如说在下礼拜 要直接这样子一飞冲天 因为有些人认为说今天涨290点 明天再下礼拜一再290 200 300 200 300 一下子就过17 709 一下子到1800 然后到1900 到20000 我跟你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他会接近前高附近又打回来 然后来到支撑又反弹 会搞个好几次啊 这是未来五六月份的一个大方向跟架构 所以资金会在不同的组曲面轮来轮去 那今天就看到一些特别的迹象 大师兄回来是谁 电子大师兄 哪些电子大师兄 金利科惨不惨 惨到无以复加 惨到一个非常非常惨的地步 来我们看一下大画面 金利科 今天最低多少 162 跌停板 拉到涨停板 一来一回差多少 差20% 今天成交量竟然还有2093张 买到跌停的 那不是爽搬了吗 从跌停到涨停 他问题是有可能那么厉害吗 有多少那么厉害 可以从跌停到涨停 前面这一票的人 早就死光了 615块滚下来 先剩162块 如果高档没有卖的 或是中间抢反弹的 162块 就算今天涨停 明天再涨停 其实还是赔很多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架构 他就算反弹 他也是一个跌升反弹的架构 好 比如说像四星 应该算第二惨 3661 也非常惨 1000块 跌到多少 波段最低 363.5 1000块 剩400块不到 跌六成 先涨停 399.5 399还吃不饱 400块还不到 所以还是非常惨 问题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个地方 前面这一天 4月15号 报大量几张 15554张 15000张 那你这个地方反弹上去 是不是遇到很多套牢的卖鸭 所以他也是一个跌升反弹的架构 例如3552通知 也是一样啊 379.5 杀下来 回到哪里 年限 反弹了哦 他回到年限哦 大盘回测30日限 他已经回到年限 缠到一个微附加吧 问题是你往上去 给我想画面 这些股票跌很深的 往上走 四个字 哪四个字 盖头反压 上面都是均线嘛 不相信 来你自己看 3661 有没有 每一条均线是不是都在上面 所以你反弹 就会被别人打下来 因为前面有太多人 套住了 好那 其他 比如像均好 5443 有没有 他回到哪里 来帮我放大 他也是回到接近 240日限 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接近 反弹上来 前面是不是还是有套牢 还是有大量 所以反弹到均线纠结的地方 是不是要卖一下 如果你在底部 你有墙 那恭喜你 很幸运 反弹上来到接近这个地方 你可能稍微卖一下 那后续可能打回来第二只脚 再往上攻 尝试嘛 来来回回嘛 好 比如说像谁 天狱 这个最多投资人爱当冲的 4961 有没有 395滚下来 打到这个地方 他算强势的哦 他这个地方什么 是季线 回到季线就开始反弹 这些强势股如果只回到季线算厉害的 他现在开始反弹 光是涨停板 303.5 其实他上面这个地方 前面这个地方套牢的量 其实并不大 他没有特别的大量 所以 他往上反弹 这跟刚刚的情况不一样 给我小画面 我们刚刚看到 金利科 看到四星KY 他反弹 前面都有大量 中级的很多人强反弹的大量 反弹基本上要过很困难 可是像天狱这种的 前面头部没有什么量 没有什么套 那这地方回到季线之后 开始反弹 就比较有机会 我说的是比较有机会 去挑战前面的高点 当然你今天前面高点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慢一下 调节一下 那我想这些是电子股 近期的一个表现 比如像这个滑邦电 记忆体 滑邦电 滑邦电是也跌很深 从这个高涨38块9 杀下来 杀下来他回到哪里 他也是回到季线 黄色这条季线 昨天回到季线 今天跳空开高 就直接往上拉 光涨阴板 上面有没有压力 有啊 一样啊 一样有压力啊 前面有大量 所以他反弹空间 就会小一点点 小一点点 这个你得自己注意 好那再来包含像什么 汉磊 我们就要有成员的核心持股 今天反弹反弹到接近6% 3707 来帮我放他的画面 汉磊我们在高档卖掉 我们在高档卖掉 分三批卖在这个相对高档 三批都卖在相对高档 这个位置 这个区间 卖在相对高档 那我们做了好几次 那我们最近买回来 是买在这里 这一天 最近买回来买在这一天 收下影线 礼拜二 5月4号 大盘这一天是不是也收下影线 没错吧 大盘这一天收下影线 为什么我这一天要买进汉磊 给我小画面 5月4号大盘 下影线是286点 286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盘 算了不用看大盘了 反正这一天礼拜 礼拜二 我刚有提过 前面有讲过 节省时间 反正这一天 跟大盘同步 我们进场做买进 算隔天 稍稍的小幅度压回 那礼拜四 礼拜四 小十字K棒 它的架构 其实跟刚刚我们看到的 华邦电 有点类似 它也是回到季线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 是回到季线 电子回到季线 出现反弹 那你看它的架构 来帮我放大 它的架构回到季线之后 今天跳空开高 走高 好 所以它反弹短线上 如果回弹到 这个区间 大概是这个 月线位置 月线位置大概就是对应到 前面这里有一个小M头的颈线 大概是67块半附近 它可能又稍微要洗一下 来回洗一下 往下洗一洗之后 它这个季线是往上的 上升趋势线 回测一下 再往上走 就有机会再挑战前面的高点 不过前面的高点我想也没那么容易 给我小画面 前面的高点可能也是要来回好几次 挑战 但是不会一次冲过去 那我想最近它不是在做现真吗 在发这个CB码 所以它的股价在这里晃晃晃晃晃 等到现真结束确定了 那CB的定价也结束了 没问题了 那当然随着这个时间嘛 下半年经过第三季 第四季 前面的这高点我想要挑战 也不是什么太困难 因为第三代半导体是未来 绝对是主流 绝对是主流 好那我想包含像大银 来给我这个大画面 大银今天涨3.44% 它现在成交比较小 391张 这人量很大 4576 我们提过嘛 工具机是未来的 这个发展主轴 如果你要成为工具机的领头羊 你势必要切入哪里 你要切入半导体的领域嘛 那当然它已经切入了 它的前三大客户 都是全球前三大的 这个半导体设备商 回来它回撤 它其实说实在 它回比较深啊 这个地方 这有什么 季线 它领先大盘回撤季线 但是这天有下影线 反弹上来 它往下慢慢的盘跌 今天 5月4号 大盘 回撤月线的时候 回撤30日线的时候 它已经来到半年线了 换句话说 它回的 它建高比大盘来得更早 它回档也比较深 所以这个地方 它往上反弹的空间会比较大 短线上我们可以先看这里 可以先看这个季线的位置 151块附近 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昨天前天 这个地方 我们有请教育成员 把这个持股做一个转换 手上有我们旧股票的 这个比较涨不动股票 把它花这两标的 在礼拜三的时候 所以你看我们换的位置 礼拜三 大概127块 礼拜四 回到哪里 礼拜四已经回到多少 收盘 收131 最高135.5 今天多少 135.5 好 如果它回到150 那原来那支股票 我想大部分能一解套 给我小画面 这支股票 相对它未来潜力跟空间 一定会比较快 速度会比较快 而且电子股 市场认同度也比较高 其实它本来算是工具机 算传产股 可是呢 当它打入半导体的设备 供应链之后 成为应用材料 变成它的大客户的时候 其实在我心目中 它就是电子股 它已经变成电子股了 而不是这个传产股 而不是工具机的 单纯的工具机的概念股 它现在成交度还很小 关键还没有出现 关键就在于投信 在于这个法人 外资 什么都经常做买进 当法人开始进来说买进的时候 我想前面的高点 都不是高点 都不是高点 当然最近 这季报应该就公布了 我想第一季的季报 应该普普通通 最主要还是要看 这个下半年 下半年表现 还有未来长线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规划跟布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画面 钱是不是很多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四月份外资进汇入多少 50亿美元 钱非常多啊 四月才买573亿 在厂边等待的 年初汇进来的 到四月底累计的总资金 2181亿美元 给我小画面 台币约当6兆多资金 这些钱在干嘛 外资今年还卖3000多亿 但外资这些钱发在那里干嘛 他在等待嘛 等待进场时机 那我想 钱外资有准备啊 入资有准备啊 投资朋友也要准备好 四月底我就跟大家讲 五月份一定是决胜的关键 一定是决胜的关键 电子的部分我认为 有些可能只是跌升反弹 但是跌升反弹 至少有些人他这个气氛 他觉得比较OK 比较开心 那我想五月份真正有可能会是成为新的主流 昨天我不是放这张图跟大家分享吗 我说Moderna 打第三剂的疫苗来预防变种病毒 现在变种变种真的太厉害了 打一剂不够 打两剂不够 打第三剂防护力才会强 为什么 变种病毒太多了吗 打A混B B混C C混D B混A C混B混来混去 所以疫苗的用量会变大 投资部位一定要打疫苗 所以我认为生技族群 政府现在支持的两大族群 第一个叫再生能源 昨天有跟大家分享风力发电 有跟大家分享太阳能 有跟大家分享除能 我认为五月份六月份 这两大族群 再生能源跟生技族群 生技族群 非常有可能就是接下来的主流 是真正要做大波段的主流 因为风力发电太阳能出能 它从高档回来 它不像电子 电子才刚修正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可是我们看到的天国一灰生技族群 修正多少半年以上了 那我们看到风力发电 也是从去年五六月七八月 修正到现在都没有明显的上涨 修正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认为主流会在这里 当然今天帮我放大 我说这个水之呼吸救台湾 这个先前我跟大家讲了几天 那为什么我要买进这支股票 这家公司非常不错 最近五年平均配息 这个真的是很强 其实它连续十几年都是 都有连续配息 但是我抓到最近五年 平均配息4.16 配4块 股价目前大概7字头 不到80块 你自己除 4.16除以77 股息是5.4% 加上它有一个特别的 现在准备的新的这个业务 这块获利可能会大到超乎大家的想象 它转投资公司好几家 A公司转投资1万张 这家A公司EPS赚2.28 B公司转投资2.1万张 EPS赚1块6 C公司持股2.5万张 EPS4.15 来各位小画面 第一个本业是不是很赚钱的 第二个他转投资的公司也很赚 转投资的 获利 他要发股息 会不会再回算拿到股息 又变成公司的账 又有获利 本业又赚 还有接下来要赚这一块 加上投信法人 第一天第一天买进 这家公司有投信买进真的非常厉害 平常投信根本爱看不看 爱买不买 听到这家公司很多人可能觉得不敢买 但重点是为什么要买进 一定有我们的原因 一定有我们的道理 你仔细看一下 鬼灭之刃 是不是非常多人看 很多人耳熟能详 看一下他衣服的颜色 是吧 所以我想 接下来台北股市 5月份 6月份 我们的绿色政府 绿色的衣服 再生能源是有绿色的 环保 有政府在后面当靠山的 有政府在后面支持的 产业 我想 在接下来的行情 520 520 一定会有不错的表现 敬请期待 好那我想台北股市今天有 账比较多了 290点我想各位投资朋友都很开心 那假日的时间不妨 多花点时间来做个研究 我想下礼拜开始 应该会是一个关键 应该是关键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个参考 也祝福各位投资朋友 周末愉快 鼓民当家 幸福理财 拜拜 拜拜